男子爱恋少女求爱不成 持刀砍杀20多刀 事发定点就在人来人往的住伤混合区 警察到场附近居民全跑出来 更有住户从高空往下拍 大马路上地上血迹斑斑 少女被抬上担架 连木头部也有血伤势严重 包括左手指被砍断 头皮削掉一大块有撕裂伤 少女笑得转身逃跑 被男子从背部拉住 而背部也砍了好几刀 开放性伤口 手脚也全是刀伤 送医时意识清楚 他可能是来找老板娘这样子 因为我后面我是不清楚状况 我只知道那男生是那个子女的同学 少女跟开内衣店的亲戚感情好 从亲戚PO出了照片 内衣店生意还算不错 开了两家分店 少女休假日都会特地从住家 到古山区的内衣店帮忙 以少女她16岁就读高中一年级 住在凤山 是把当天到古山内衣店的路上 看她的男子 疑似是在网路认识 知道少女经常到内衣店埋伏砍杀 这个男的因为求爱不成 所以才会真身怨恨 才对这个女的来行凶 少女长相可爱 笑容甜美 平时喜欢穿着小短裤青春洋溢 而下手的22岁凶鞋 目前没有工作 自身有知觉失调 但落网后却态度冷静 16岁少女真的是网路交友认识 还是有什么隐情 晚晚没想到会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三星黄启超和阵风 高雄报道